相信每位车友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概念车 它或许能飞或许可以隐形 总之它肯定是代表了你心目中未来车的发展方向 而近日在洛杉矶车展主办的设计与开发者挑战赛上 观智设计的一款名为QRC World的未来概念车 获得了大众喜爱奖和行业认同奖 大赛的主题为无人驾驶 在2050年重新定义用户体验 观智出乎意料地选择了和一家儿童蜡笔公司合作 设计出了这样一款极具视觉冲击又充分照顾用户体验的未来车 这辆QRC World的外观小巧可爱 车身大部分采用白色 车轮向下黑色 简约而又不是高雅 最吸引人眼球的是这辆车在行驶中 车轮滚动的光圈向极了风火轮 力量感爆棚 而实际上它却并没有车轮 整车是悬浮在路面上的 可隐藏的车门也是科技感十足 区别于传统车辆 在车内设计者 采用可触摸式的全息影像控制和互动方式 用户可以通过手势操控一切 而车内配备的虚拟蜡笔技术 更是让很多小朋友收益匪浅 你可以使用虚拟蜡笔随意在车内涂鸦 并投射到空气中 甚至车外 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设计 也能帮助小朋友们提升艺术创造力 这样的未来概念车 你还满意吗 如果QRC World的批量生产 你是否也想来一辆呢 毕竟如此智能的汽车带给你的 绝非是一般的驾驶体验